好的大家看得到我的屏幕吗 听得到声音吗 OK的话回复一下 好的那我们八点钟就准备开始了 还是跟大家做一下风险提示 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都不涉及到您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今天大概有不少参加我们模拟交易大赛的朋友 来听我们的网课 所以就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GoldMarkets是在98年就成立的一家澳洲的公司 然后在14年的时候成立了中文部 所以到现在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也算是澳洲最老牌的一家券商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在我们这边进行交易 然后您的资金也是有保障的 大家可以去在ASIC上查我们的一个AFSL的number 就在这边 那我自己呢是从在末大读了一个Bachelor of Commerce 然后在摩纳市呢也念了一个Master of Applied Finance 之后就到GoldMarkets来开始工作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几个topic呢 就是最近大家肯定都比较关心的几个话题嘛 一个呢就是美联储降息 还有一个呢就是美股两周熔断了三次 还有一个呢就是黄金和澳币的走势 我现在还在办公室里面 所以我戴着口罩跟大家说话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得清楚 可能会有点懵懵的 我今天也截了一下图 就现在全球的疫情的确是发展的很严重 一次都比一次严重 因为我连续做了三次的网课嘛 每一次早上啊 一开始都会跟大家聊聊现在疫情的情况 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澳洲现在维多利亚省的话 因为我在维多利亚省嘛 维多利亚州啊 维多利亚州的话现在确诊已到94例了 而且呢维多利亚州政府呢 也说现在啊我们的市值可能就不够了 所以说很多就是去测试的人都会被拒绝 他上面有说you must have sign of virus or have recently traveled overseas 就是你必须要你有这个症状了 而且你是从刚从海外回来的 或者说你跟之前确诊的人接触过 你才有资格去做这个测试 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在家自己隔离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跟武汉一开始 就是发生的情况还是挺像的 但是澳洲现在可能就是发展的稍微缓慢一点吧 那下面这个数字已经不对了 我刚才去看的时候 澳洲现在其实已经增长到了400多例 确诊 那意大利也是增长的相当快 现在确诊人数已经快到3万人了 其实我感觉好像意大利刚刚发现第一例 就像近在眼前一样 没想到过了两个礼拜吧 他就已经直接到了3万人了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股市和汇市的反应 这么剧烈的原因之一 因为一般我们说这个增长 我们都是说现在全球的感染人数是8万人 那我们如果跟中国参考的话 月底可能就是如果是两倍的话 那就是16万人 因为再过两个礼拜嘛 对吧 那如果三倍或者四倍的话 就是24万和32万人 对吧 但是这个疫情 从我们金融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指数型的增长 对吧 不光是金融的 包括政府啊 还有医生都是这样子一样的看法 那指数的增长是什么意思呢 就不是几倍几倍的涨 它是66 36 77 49这样子去涨 对吧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 就是中国那当时没有控制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的涨幅 对吧 其实跟全球现在的这个涨幅 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技术面的分析 都已经不管用了 包括美国做的一些降息啊 还有QE啊什么的对市场来说 我觉得收效也是比较比较弱的 那还是因为大家是非常的恐慌 那现在我们要处理的呢 就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市场 我们要不能通过常理去判断 而是要体会 我们所有投资人 他现在的心情 他现在感觉好不好 他现在对这个疫情有没有信心了 他对这个降息 他的感觉是什么 而不是说降息真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已经脱离了我们的常识 就是之前做金融的常识 那我看了新闻也有好的 好的呢就是 现在美国已经开始了 第一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苗的临床试验 是今天 是美国时间的周一 但是在下面写真正投产的话 可能要一年到一年半 但是我们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成功了 那如果他成功的话 股市肯定会有很大的反弹的 这是百分百的 现在又有人说听不见了 现在听得见吗 OK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讲 可能是有些客户他的那个网络的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说 然后呢我下午在刷新闻的时候嘛 因为我一直在办公室 然后会看那个coronavirus 他的那个live update 然后我就看到 哇我们隔壁的那个nab 他已经出现一例确诊了 就在700buck street 大家知道我们的办公室就在600buck嘛 离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马路的距离 把他们那里有一例确诊 然后所有人都已经被通知回家了 包括333 calling street也已经确诊了 然后他们那一栋的人 那一栋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evacuate 所以我现在心里还是比较慌的 我准备一会儿做完 网课就快点回家 把自己洗洗手什么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 维多利亚虽然已经进入了那个紧急状况 但是我们还是要自己做好防护 出门戴好口罩 多洗手是必须的 那相信大家 又看到 也有看到就是最近的这个新闻 就是说英国的首相 Boris说我们要获得群体免疫 对吧 我们好像有点放弃治疗了吧 我看到下面YouTube里面有一个回复 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跟公众说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又会跟大家说 好像会发生 但是呢 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做任何事情 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 哎呀我们应该去做什么 但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到第四个阶段呢 政府又会跟大家说 我们过去是 我们过去是应该做点什么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什么也做不了了 所以说就直接进入了放弃治疗的阶段 但我觉得这个包括公众号 还有很多的媒体都在抨击 就是Boris说的这番话 因为他最后加了一句很严重的话 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说 跟国民说 表示更就是更多的家庭 可能会失去自己的至亲的亲人 这句话说的特别特别严重 然后让大家对群体免疫这个词 也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那群体免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根据英国他们的一个计算 就是说如果他们英国的国民 60%都感染了这个病毒的话 那他们60%都感染了 然后他们就会获得一个群体免疫 才能够真正的阻绝这个病毒的传播 那差不多呢 其实英国6600万的人口 也就是3960万的人感染 那如果病死率是1%的话 那大概就是40万人可能在这场疫情中去世 所以一时激起千层浪对吧 大家都是对这个反对这番发言都是很愤慨的 但其实可能我觉得 Boris就是吓一吓英国的民众 因为我看见他该做的也在做 我看了很多新闻 他上面说英国呢 其实已经在呼吁大家去 Working from home 就跟澳洲一样的 他是在进行推行这些措施 包括说把这些剧院都开始关掉 然后把所有的体育赛事成都推后 他就是我感觉他像是给一个民众先打一针 就是预防针 让大家知道这个疫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政府如果你不自救的话 政府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你的 但是等到他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呢 大家开始引起重视 他就可以慢慢的推行他自己原有的计划了 我觉得Boris特别就擅长玩这一套 包括那个时候脱欧啊 还有一系列的之后进行的跟欧盟一些的谈判啊 他用的都是一些很公关的技巧 所以我觉得可能事情都有两面性吧 就是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糟 那周一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 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昨天早上美联储紧急宣布降息了100个基点 然后直接就降到零了利息 并且呢开始了一项规模为9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的计划 这应该说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大一次的刺激经济的行为 就算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联储的一系列的刺激行为 就是降息啊和QE啊等等 都是在数个月半年这样的长度里面去慢慢去推行的 而这次的降息一下子降这么多 却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 在美联储降息之后 也就是今天嘛 已经有15家央行采取了各种紧急措施 并且有11家央行已经开始降息了 我也就列举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降息的活动 是美联储开了这个头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大家好像都不买账 对吧 那巴菲特也说啊 就是我活了89年以来见到的第一次这样子 碰到这样第一次这样子的情况 六个交易日里面美股熔断了三次 三次跌停 对吧 其实还有接近两次涨停 而且呢 第一次美股熔断还是发生在1987年的时候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是幸运呢 还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幸运的吧 毕竟巴菲特是89年才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极限行情 都给我们碰上了 我觉得是越年轻遇到大风大浪是越好的吧 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学到更多 然后可以知道怎么去预防下一次的危机 下一次的黑天鹅事件 做好足够的准备 因为路还长 我们总归是困难挫折经历的越早越好嘛 我想现在大部分澳洲的养老金 现在肯定都损失的很惨重 可能就凭空就损失了要接近20%了 所以最近对澳洲的一些马上要接近退休的那些人来说 其实是特别不友好的 包括澳币也一直在贬值嘛 现在已经到了0.61了 其实对澳洲的澳洲像澳洲这样子老龄化社会来说 其实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再来看看道琼斯指数 在礼拜一量化宽松之后呢 美纸其实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呢 就已经熔断了 就是在我们平台都是无法做交易的 然后晚上开盘之后呢 又直接下跌了7% 这也符合他股指的走势 对吧 甚至在晚上啊 一度跌到了12% 距离13%的二级熔断 只有一步指 也就只差1%嘛 就开始到了二级熔断了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其实QE和降息都是好事 对吧 但市场却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不买账 那是 那但这个是暂时的 还是长久的呢 是市场会一直不买账呢 还是会 现在短暂的下跌 然后之后会又涨起来呢 那我觉得 这还是要看 疫情的控制 控制的情况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美 基本上美国的股市已经把未来 也就是到三月月底 就是这个疫情的发展的 所有的最坏的情况都已经 考虑进去了 所以说 这个市场的预期 已经真实的反映在了这个股市上面了 未来如果有一点的好消息 这个股市肯定就会立马就开始大涨了 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又说回美联储 美联储现在呢 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子弹了 也就是说所有常规手段 全都已经用完了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判断失误了 就美国的经济 在疫情控制好之前就进一步恶化了 那美联储可能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那对比一下从08年的金融危机来看 之前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呢 在08年10月份也就采取了联合救市的行为 但是当时各国的央行呢 也都是慢慢来的嘛 就像之前我们也说过 美联储也就是 那个时候还是保持着它的独立性 然后没有受到特朗普的影响 这一次美联储降息之后呢 的确是特朗普开心了 可是市场或者说美联储 或者说是民众都是开心不起来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绪化的市场呢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关心疫情 如果说疫情控制的好 那现在任何量化宽松都是一个助力季 以后美股的反弹呢会特别强劲 那带动澳洲的ASX200指数也会有一波很强劲的反弹 但是呢如果疫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那现在任何人也都没有办法去进行交易 或者说是去想投资这个事情 那在美联储把这些弹药都用完了之后 它可能就会进行更加大幅度的QE 或者是去做一些财政上的行为 就比方说去进行减税啊等等 这种财政政策去刺激大家出来消费 说完了那个指数 我们也来看一下最近数字货币的情况吧 我觉得是一张比特币的那个图 它最近呢是跌了差不多有61.72%了 而且根据数据显示 最近的24小时里面呢 有8万多的地名爆仓 然后爆仓金额甚至达到了23.47亿美元 最低昨天甚至达到了3754美元的关口 所以说就是可能有很多挖矿的人 都不愿意去开矿了对不对 所以比特币在这一波下跌当中 应该是跌得最惨的 相比于股指和贵金属来说 那上一节课也跟大家讲了一下黄金吧 里面有说到就是黄金 现在MMACD里面出现了一个死差 所以不建议大家去买涨 然后黄金就跌到了1450 在昨天的时候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可能以为黄金就会跌到一个 0.618那个支撑线附近 也就是1550这样子的位置 没想到它直接穿了跌到了1450 但是呢还好1450下面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然后现在站住了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还是在一个0.786的一个支撑位附近徘徊 如果说就是QE 大家觉得就是QE 因为释放了很多流动性嘛 如果流动性恢复的话呢 黄金和股指其实呢会是有一波反弹的 但这波反弹它具体能够维持多久 或者说它的反弹力度有多大呢 还是要看就是美国和全世界 投资者的信心 因为在如果说像意大利这种国家 它自己都自顾不暇的情况下 就是很少 很难想象它会 它会去进行一些金融投资 而不是说抱着现金 我又想了一下就是美国现在它的那个政策嘛 它是我前一段时间 我跟我的美国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美国现在 如果你要去做那个Virus的测试的话呢 它是要收你3000块钱去测一次的 对吧 那而且美国的医疗呢 它不是全民免费的 跟澳洲是不一样的 跟英国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都会把钱从股市啊 或者说是货金属里面凑出来 去以防自己万一得了这个病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资金去治疗 对吧 去把自己不管是去看病也好啊 去买一些日常的防护用品也好啊 有可能是有这种想法 因为跟中国不一样嘛 中国它是全部都是免费的 政府全包 但是像是美国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需要大家为自己做准备 对吧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吧 但黄金的和股指的话呢 我还是重新再说一遍 就是如果说它QE 像说现在呢 是在昨天有一个下跌 但今天呢 也有了一个5%左右的反弹 就是澳洲的股指的话 可能都5%都不止 那如果说之后 QE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流动性 又重新恢复到 它这些QE释放出来资金 又恢复到股市的话呢 股市是会有一个短期的反弹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白银 白银的下跌幅度比黄金还要严重 那差不多就是25.78% 之前都不太建议大家去 一开始就去做白银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白银它背后是有投行在操作的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就可以看到16年的时候 摩根大通存了差不多有 5万亿盎司的白银在手上 所以说这白银的走势 不完全是根据市场行为的 而且它流动性没有黄金这么好 所以造成它的波动也就更大 它下跌的幅度呢 也比黄金也就是多了好几倍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澳币 澳币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跟大家说可能目标价是0.60 然后现在到了0.61 甚至是破了0.61 继续还在往下走 我觉得这还是跟疫情有点关系 因为澳洲现在还是在一个爆发期 从100到400确诊人数也没花了多久 那如果说继续这样的情况下去的话 可能我们把股市抛开一边不谈的话 澳币可能会持续走弱 会破0.60也说不定 但是从它四小时的图来看 MACD现在有了一个克隆 然后它可能马上有一个金差 那而且在那个四小时图 它这个附近的话呢 有很多的下影线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 下影线代表呢 市场可能在犹豫不决 而且它已经逐渐走向了横盘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会有一个胆期的反弹 但主要还是大家都知道 一个国家的货币嘛 还是要看一个国家真实的经济状况 那如果疫情控制不好 然后中国那边铁矿石出口 又没拿到的话 那可能就会继续走弱 而且澳币也跟大家说了很多次 是一个商品货币 它受价格石油价格 还有铁矿石价格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这也会影响澳币持续走弱 如果说是全球经济继续放缓的话 那对 其实澳币现在已经不容乐观 对我来说更是太难了 感觉自己资产不光在股票里面缩水了 在那个 在银行里面的也都缩水了 然后上节网课也跟大家说 可以看看澳纽吗 澳纽到了1.03 其实是一个历史上来说 都是比较低的位置了 但是没想到 就是 还是挺打脸的 就现在已经跌到了 差不多要1比1的程度了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Virus吧 因为看了一下 NZ今天的确诊人数是只有11例 对比澳洲这400多例 的确是翻了NZ得有40多倍 那市场肯定说 肯定会觉得 那现在新西兰肯定是比澳洲更安全一点 那如果我是澳洲人 我现在都可能 如果我现在能走得掉的话 我都可能想去新西兰去避个难 那我会去换一些新币 打个比方 当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大胆预测的话 说不定澳纽会破1比1 也说不定 但这也是全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而不是说真的 就是新西兰它的国力比澳洲要强 所以这个可能只是短期的 就像大家现在看石油的价格 现在是29块钱没桶嘛 那应该也是短期的 对吧 没有人能说这个29块钱能够维持 到之后的三年以后 我觉得很少有人能有这种看法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SP200 现在股指的走势 真的是谁也说不好 我自己也是看的 也是比较模糊 也就是只能再等一等 我看到的技术上面的分析 从四个小时上来看 它现在MACD有一个香蕉 那的确是从单纯的技术分析来看 它是会有一波反弹 那到底会不会跟着技术分析这样子去走 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现在是被情绪控制的市场 那所有技术分析在这个时候都是失效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多看吧 就对于指数来说 我自己的话呢 是没有 最近没有交易很多指数和股票的 我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 然后这是一张A50的图 也就是China50一个中国的股指 A50呢 其实我是一直都挺看好的 因为中国是最早 就是把疫情控制 控制好的国家 应该说现在的所有的生产力啊 都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 包括国内也都是开始在复工 那相比全球别的几个国家 那肯定是 表现的是最好的 但它也没有办法嘛 不能免俗 全球股指都在下跌 不能它一直独秀 对不对 所以就算它比较强 它最近也是跌的挺多的 那这个时候 可不可以去买呢 我自己的话 我是买了不少A50了 我对中国的股市 还是挺有信心的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政策 毕竟跟西方国家有些不同嘛 有一些政策上的特殊性 但是大家不一定要 要去买A50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而且我的投资长度 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最近有客户给我发了这张图 就是超低嘛 因为有一些客户看到 现在的澳洲的股票 也的确是跌了很多 但是我也跟大家一直发消息 就提示大家不要去盲目的抄底 因为现在市场还是很恐慌 大家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除非你是像巴菲特这样子 五年十年长期的投资者 现在买的话 我觉得问题也没有那么大 如果您就是普通的投资者的话 现在可能就是买在熊市的开头 之后它会不会跌呢 有可能 会不会涨呢 也有可能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挑几家好的公司去投嘛 这样它不管它涨还是跌 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 对吧 我们就看一下最近比较表现 比较好的几家几个公司 一个是FPH 可以看一下它是做那个 呼吸道 呼吸道护理的产品的 用于重病护理的呼吸加湿器系统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Virus可能需要的一个产品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 现在大家都知道 ASX200已经跌了 差不多有20%了 从7200跌到4800最低的时候 对吧 那它的股价 不仅没涨 不仅没跌 甚至还涨了一点 今天是高开的 早上 然后一下子拉了这么长一根引线 到了28块钱 应该是创出它之前的历史新高了 所以大家可以宽注一下 如果实在是想要去买一些股票 想要投资的话 我觉得FPH现在是占尽了天时地利 天时地利了 然后就是COS 对吧 大家最近肯定都在澳洲的话 肯定去囤货了吧 COS一个月 一个礼拜的现在的销量 相当于之前一个月的销量了 是很夸张的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直白地看到它的股价上有一个拉伸 最近几个消费股其实表现都不错 像是COS 还有A2 A2甚至都没有怎么跌 好像还是15块多 今天我没有看 但是我看到它之前的价格也就是16块 那15块的话跌了一块 在这种行情里面已经算是表现很好的了 那COS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从去年的时候 Jacky就已经开始跟大家说可以去买COS 那个时候COS才11块钱 现在已经到17块了 所以说这种面向于本土的那种消费类的公司 大家还是可以去配置一点的 特别是它之前低位的时候 一个是医疗 一个是消费零售业 对吧 我们现在讲的 还有个呢是FMG 它是做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耳闻 这是一家做铁矿石的公司 它背后呢是有中资的 就是说之后中国的5万亿的基建 5万亿的六审基建项目 可能大部分的铁矿石都要从它这边去进口 所以说它现在的价格呢 也是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而慢慢的增长的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技术指标里面 MACD也给了一个明确的买入信号 现在已经是个金叉了 而且它的价格已经确认的站上了维加斯隧道 从技术上来看呢 这是这家公司已经开始了一个比较确定的反弹 大家如果考虑未来 如果跟我一样觉得未来中国的基础建设 还有铁矿石的需求一样的是很高的话呢 我觉得FMG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对象 还有一个公司呢 是CGC也就是Costa 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的供应商 在澳洲也做了很久了 之前是因为山火的原因嘛 导致了它的骨架的一个很严重的下挫 但是现在呢也已经慢慢的恢复了 虽然还没有像我们刚才看到的FMG那样 有一个这么强劲的涨势 但是它现在的技术层面来看 MACD也在靠近 包括它的那个 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也在靠近 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它是否可以冲破就3块2毛4 3块3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顺利的占讲 我一家撕隧道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确定去买涨了 那我自己对农业呢 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有个特别了解农业的一个客户 他一直在跟我说这个公司 他觉得这个公司呢 他已经做过了一个很完善的基本面分析 觉得这是一家可以值得投资的公司 那我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自己呢是在2块4左右进场了 那现在呢其实也算是超出大盘很多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石油 石油最近应该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了 没声音吗 没声音吗 现在还是没声音吗 哦 就一些客户说没有声音 OK 那我们就先开始继续往下讲吧 如果实在是听不见的话 可能就之后上YouTube看一下回放就行 那说到石油的话呢 今天沙特阿美的总裁也是说 就是接下来马上 现在是三月了嘛 马上四月和五月 就沙特可能会继续维持这个供应量 也就是继续维持这个29块钱的价格 对30块钱的价格 一直到至少还会继续保持两个月 所以现在如果说石油想要抄底的话呢 大家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那就是石油可能最近的价格就会在30或者29 或者一个低步徘徊 可能到两个月左右 因为沙特是有他的能力 可以去支撑他维持这个价格一年的 那其实最后就看谁熬不住嘛 现在在桌上的就是俄罗斯 沙特还有美国 看他们这三位巨头什么时候能够 哪一方顶不住了 然后坐下来和谈 那那个时候油价是就有一个比较肯定的涨幅了 然后这个消息一出 我觉得油价肯定就开始涨了 那我自己呢 我上次跟网课跟大家说了 我是在比较低的位置买进去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但是肯定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 因为美国 不管是美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就投降嘛 还是要号一号的 最后给大家看一些好消息 也就是之前几次美股大跌的时候 接下来一年时间的表现 有一些时候呢是完全recover了 有些时候呢是recover了至少是一半 或者说甚至有些时候呢是outperform了之前的跌幅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outperform的 今天PPT内容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交易的产品 其实现在黄金啊 如果从日线图来看的话 我刚刚跟大家说 就是现在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 做一个买涨的操作的话 我们首先就要在这里搜索到黄金 它的code呢就是XAUUSD 然后右击选择新订单 那我不一定呢 想要在这个价格买进去 我可以选择去挂一单 那一手的黄金呢差不多就100盎司 也就是147500块美金 那我交易量呢也就不选这么大 我选个0.5手 然后价位呢我放在1450 止损的话 放在1440 打个比方 如果止盈的话 我会放在刚才 刚才那个飞波纳切的一个位置 我们找一下 1500吧 然后我们再选择发送 就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单 by limit 我用一个demo给大家试了 那奥纽呢 现在是1.00875 那如果我想要现在这个价格买进的话呢 就直接选择新订单 然后市场执行 把它把交易量再重新确认一下 改成1 因为一手的话呢 差不多就是10万的 奥币 然后带上100倍的杠杆呢 我们需要付的保证金比率 其实就是1000块 我们再选择按试价买入 止损呢 我就暂时不设了 然后有人问今天股票全面大涨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也知道 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美股是熔断了嘛 一度跌幅达到12% 那今天涨一下 有可能是超跌反弹 一方面呢 一方面有可能是超跌反弹 另一方面呢 就是因为QE流动性增强 所有的基金经理 把他们的钱又重新放回了股市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 真的很难说股市它会立马就大涨起来 我建议大家是多看 可以去做一些短线 像是昨天这样超跌的情况 完全就是可以买涨了 做一波日内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问我长线 或者说中线这样子一个看法 就是这一个礼拜啊 它到底会不会涨 我觉得是很难告诉你的 大涨必定有一个反仇啊 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超过7%的跌幅 包括澳股 昨天晚上我看的时候是 15%的跌幅 那那个时候你问我买不买 那我肯定是说你可以买涨的 那今天果然就是涨了5% 所以大家记住 这也是一个操作的经验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会暴跌 第二天一会暴跌 一会暴涨的原因 因为如果是你自己 你想一想 如果昨天我一直很想买的一个公司 它跌了20% 对吧 它跌了20% 那我肯定 那你如果是一般的投资者 那你肯定是想出手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不光是你大部分的投资者 都想出手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下边就有一个比较多的买盘 对吧 那把价格又推上去了 可是呢 第二天又看新闻 哦 现在疫情扩散了 好恐慌 又把股票卖掉了 然后第二天又会跌 其实这就差不多是现在 正在进行的事情吧 一手奥牛是10万 那大家有什么别的问题 也可以打在那个评论区 银行股首先它是没有啊 很少 不能说没有吧 就是说破产的风险很低 一方面呢 它也是澳洲经济的支柱 对吧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这个价位呢 绝对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 都是一个很好的价格 60块钱 我可以看一下 57块钱 对于长线投资者来说 绝对是可以买入的机会 因为银行股 它还会派发股息嘛 那很多养老金 其实就靠这些股息 然后去提高自己的收益的 我不觉得webjet会破产 因为我看过它的那个balance sheet 它其实资金挺充足的 而且它是一个线上的一个网站 它不像是flycenter 它有很多线下的门店 我看到flycenter 它有说它最近要关闭100个门店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现在付不了 这么多的租金了 对不对 所以它才会选择去关闭门店 那webjet的话呢 首先就没有这样子的影响了 美元为什么会走强 那美元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 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说 不要去做空美元 因为美元毕竟还是世界上的流通货币嘛 硬通货 果然也是最近涨得挺多的 因为美元毕竟它还是有一个避险属性的 如果说黄金现在大跌的话 那大家避险资金没有地方去了 那肯定就会转投美元 我们在这个方面就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了 之前黄金在大涨的时候 美元现在在跌 美元是在跌的对不对 那等到黄金在跌的时候 美元又开始大涨了 webjet 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看我做的前几期网课 我失它跌了我就会买 因为这家公司我看了挺久的 我对它的营业结构也比较有信心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黄金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我这边也挂了一单 给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它现在是在菲波那切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吧 那如果说它跌破了150 那我可能就会对黄金看涨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观点可能会改变 大家注意一下 就如果黄金跌破了1450那个关口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中长线的一个转折 MQG这家公司呢 它其实是做基础建设发家的 它有很多基建的产品 像是之前的悉尼机场啊 还有别的几个机场 是不是悉尼机场我忘了 但是它在美国还有一个机场也是它建设的 所以它手上握了很多基础建设的项目 但是呢它毕竟也是一个金融公司嘛 现在您看到就是银行股啊 还有大盘都在跌 所以说它也会往下跌 它并不具备那种抗风险的能力 它不是那种防御型板块的公司 如果我现在买webjet我就是没有设止损的 因为我对它的看法比较长期 但是如果呢我是去买CSL 我去做一个短炒的话 那我肯定会设置止损止盈的 还是看您的投资长度 包括如果说您是做一个短炒的股指的话 就是在超跌之后买它反弹 那那个时候也是需要设置止损和止盈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投资者就是从一个短期的投资者 突然就开始扛单了 这个是很危险的 因为您在下这一单短期的时候呢 短期的单的时候呢 您是想好了 我是要做一个超跌反弹 然后如果说它继续往下跌的话 可能之前判断就已经失效了 那时候就需要止损离场 我们不建议在那种情况下去扛单 CSL一直是值得长期持有的公司 只是看合适的价位 因为之前嘛 因为很多养老金和ETF的追捧 然后CSL的估值已经是很高了 当时我看它的那个PE ratio的时候呢 已经是超过了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那现在呢 也是正好帮它挤掉一点泡沫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您对CSL这个公司有个比较详细的了解的话 你就会知道它其实是做疫苗起家的 包括HPV啊 还有一些蛇毒血清疫苗啊 还有一些我们平时打的流感疫苗啊 都有它的身影 然后它在血清制品的这个行业里面 血浆制品的行业里面 也是属于的 也是第一个龙头企业 对于这种公司的话呢 它首先是有高科技 然后有high entry barrier 也就是说很难有其他的同类型的竞争者 去跟它抢占市场 而且呢 它的产品也比较分散也很多的 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CSL这个公司是值得长期持有的 AWC我记得是一家做铝的行业 对吧 那之前这个公司已经有很多投资者来问过了 那我的建议都是先暂时不要买 因为疫情影响的话呢 制造业是受影响的 如果制造业受影响的话 那铝它为什么会 铝价为什么会高呢 对吧 那AWC它的股价可能就涨不起来 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了一个对比 就是如果说铝价在涨的话呢 那AWC它的股价也会涨 那如果铝价跌的话呢 那AWC它可能也缓不过来 那可不可以买入呢 还是看您对未来这个市场怎么看吧 就短期的话 我不会在这个价格去买进去 因为我对铝这一块行业 我不是很懂 我只是觉得未来的经济预期 生产状况不是那么好 PLC是离矿股嘛 离矿股的话要看特斯拉最近的表现了 特斯拉最近跌的很多嘛 从之前的800多块 现在跌到了400多块 那它肯定股价也是要match的 差不多是个腰斩 BHP是适合长期持有的公司 我觉得是 作为澳洲最老牌的一家铁矿石公司 绝对是很有实力的 而且它的产品很多 不光只有铁矿石 还有一些别的 像是天然气啊等等 它都有在涉猎 它也在帮 它也想要去分散自己 在铁矿石这一块的风险嘛 那作为一家大公司的话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那它越分散 我们投资者也就越安全 包括它每年也有稳定的股息回报 所以说BHP呢 我们也是长期是看好的 ABC是阿德莱德的那个生产商 对吧 建材公司 那建材公司的话呢 现在您看看房地产市场怎么样 就我前两天跟一个我们做那个地产开发的一个投资人在聊天 那我就问他最近你觉得地产怎么样 因为股市比较低迷嘛 如果QE和降息之后 我觉得可能房地产会好一点 因为钱没有流进股市的话 肯定是有地方去的嘛 但是他跟我说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很多开发商 他们没有builder去给他建 对不对 因为疫情不让出门 那有些销售呢 像是那种中介啊什么的 他要去找客户 那他得面对面 对吧 face to face才能完成close deal 那在这种情况的下呢 他们既不能build 既不能去造房子 也不能去卖房子 那这个时候房地产是还是一个比较小小的情况 那在这个时候建材肯定也不会好嘛 本来建材就是要慢地产市场一步 那现在肯定是更加要拖延了 Quantus我不是很了解 那我能说的自于航空股里面 我只了解WEB 但是如果说Quantus能够挺过的 挺过这一波 挺过疫情的话 那他肯定是会表现比现在好 但是呢就看你hold不hold得住了 而且就前提是他的供应链 他的那个资金链不会出现问题啊 因为我看到他新闻上已经说了 就是现在Quantus已经取消了90%的航班 就对他来说 的确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就是Cash Inflow 但他的Expense还是很高的 就看这个时候有没有投资人愿意去 给他提供现金流 或者看不看好他 就只要公司保持自己的现金流充足 然后现在不会破产倒闭 那这些公司都是很有潜力的 那今天我们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添加我们的GoMarket小助手 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下留言给我们评论 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 coś İş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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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